绑下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进入第二节 就是关于项目质量复合的内容 那这节内容呢请各位同学 链接到18章第一节 我们对复合所讲的内容上 在第18章第一节呢 我们就讲到了 关于这样的项目复合上啊 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项目组内部复合 一个是项目质量复合 而项目组内部复合当中呢 又有项目组成员之间的复合 和我们的项目合伙人复合这样的内容 那如果是成员之间复合 我们就是经验较为丰富的成员 去复合这个经验较少人员的工作 那对于我们项目合伙人复合上呢 又说到项目合伙人主要负责那些 重大判断的就重大事项相关的 还有他认为必要的一些事 好的对于这个项目合伙啊 他就不会去复合所有的工作底稿 那除了项目组内部复合之外呢 我们还会涉及到项目质量复合 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中啊 项目质量复合人 他就应该是独立于项目组 不参与项目组工作的人员来做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客观题或者说主观题的小问当中 考到的内容啊 会结合到项目组内部复合 和项目质量复合的这种说法 结合来考题 所以说大家遇到相关题目的时候 可以把第18章第一节涉及到的部分 跟我们这一节内容呢 结合起来来进行理解和消化吸收 好那我们来看这一节 关于项目质量复合的内容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委派和资质要求 首先我们来说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啊 我们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呢 是单独的会设置这样的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其实就是做项目质量复合的部门 然后啊 我们事务所内部需要做这样项目质量复合的项目呢 他就会有统一的一个分派 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些项目分派到这个部门里对应的工作人员身上 然后给每个人员安排一定的工作量 然后这些人员就是我们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来对这些对应的项目去做工作 而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呢 他是不去实际参与项目组 在我们这个审计项目中所执行的工作的 这个人他相当于说又独立又客观 又有专业胜任能力能够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如果说他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向项目组的这个成员去提 然后我们来解决意见分歧以后再出报告 这样的话你不只是项目组内部在把握这个项目的质量 我们还有项目组外部的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来把握这个项目的质量 相对来说就会更为安全一些 好那我们首先就是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委派问题 这个委派问题就是考虑到你选适当的人员以后 他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 这个人员他一定是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好那么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在全所范围内 包括分所或分布统一委派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所以在这里我们又提到了一个统一委派的问题 并确保负责实施委派工作的人员 具有必要的胜任能力和权威性 好你看这里又是统一委派 而且负责实施委派工作给分派工作的人呢 还得有这个胜任能力和权威性 因为你在分派工作的时候你就要考虑 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他是否是具备这样的一个独立性客观性 还有他的专业胜任能力之类的 那么肯定是要了解情况的人员才能做出恰当分配 所以我们对他的能力和权威性也有要求 接下来负责委派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人员 需要独立于项目组 前面我们就说啊 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应该是没有实际去参与项目组工作的 他自己本身要有一定独立性 才能客观的去对这个项目做出一定的评价 那如果说我们对于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和项目组都要求独立的话 那么你能不能让项目组的人员来当项目质量复合人 肯定不能 那同时你能不能让项目组的人员来选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 当然也不行 如果是项目组的成员 咱自己去选项目质量复合人的话 那你很难说他选这个人跟项目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他是不是具有这样的一个客观程度 就要有待评估了 所以我们讲的是 选择了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人 需要独立于项目组 因此对于接受项目质量复合的项目 其项目组成员不能负责委派本项目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这个虽然是22年所新增的啊 但是这个内容呢 在我们这个考试当中 其实理念一直都存在 包括在我们21年做重大变革之前的年份里 其实我们教材中也有类似的一些表述 这个理念是一直都有的 相当于说你项目组的成员 不要自己拒选项目质量复合人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主关题的小问 ABC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管理体系 部分内容摘录录下 上市实体审计业务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由会计师事务所统一委派 这个没有问题对吧 其他业务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由项目合伙人推荐 向会计师事务所备案 相当于说其他业务这个项目合伙人 就自己选了质量复合人员 那这肯定是不恰当的 所以我们这里是不恰当 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应当在全所范围内 统一委派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只要是需要做这个项目质量复合的 咱都要保证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是独立于这个项目组的 所以我们不管是上市实体 还是说法律法规要求做项目质量复合的 还是事务所制定明确标准来确定哪些该做项目质量复合的项目 那他都是同样的去对待 那不能说上市实体统一委派 其他就不统一委派了 所以就是不恰当就行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 关于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资质要求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应当独立于执行业务的项目组 项目合伙人和项目组其他成员 不得成为本项目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这个内容同样一定要会 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个理念了 就是合伙人和项目组其他人员 就这个项目合伙人项目组其他成员 都是项目组的人 他是不能当质量复合人员的 他也不能选质量复合人员 这个质量复合人员对于项目组而言 得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而且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还要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那其实我们对他这个条件要求呢 就是要求他有能力 有时间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遵守职业道德的相关情况 符合任职的资格 好那我们第一条是大家需要特别去关注的 平常啊我们对一个审计业务去委派项目合伙人的时候 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项目合伙人他得遵守我们独立性的要求 同时呢他又得具备专业胜任能力 OK那么如果说这个项目合伙人能够对这个项目具备专业胜任能力 才能够把这个业务做下去 现在我们有这样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他是不是同样得有这个胜任能力 同样的有 那么项目质量复合人员想要挑出这个项目组工作上的问题的话 他是不是至少的跟项目合伙人的能力相当啊 如果他还不如项目合伙人的能力 即使这个项目合伙人做的工作他有一定的瑕疵有问题 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他也发现不了 发现不了的话 这个业务啊给他去进行项目质量复合没有实际的价值 所以我们要求是第一具备适当的胜任能力 包括充足的时间和适当的权威性 以实施项目质量复合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胜任能力应当至少与项目合伙人相当 这句话请各位同学来关注 因为我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能挑出项目合伙人在指导这个工作上的一些错 比如说相当于这个项目组执行工作上的一些疏漏 第二是遵守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并在实施项目质量复合时保持独立客观公正 那第三就是遵守与项目质量复合人员任职资质要求相关的法律法规 如有 简单来说就还是对职业道德和胜任能力有要求 然后要有这样的一个符合任职资质要求的相关规定 比如说他得是注册会计师吧 对吧 我们会要求他得是相应的注册会计师 持有相应证书等等 好 那我们继续为确保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权威性和客观性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委派合伙人或类似职位的人员 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外部的员员来担任项目质量复合人 这块大家特别注意啊 我们说委派合伙人或者类似职位人员 我们一说合伙人呢 他其实在会计师事务所里他有不同的身份 比如说我们这个业务上他去负责这个业务总体质量的 那我们叫他项目合伙人 但会计师事务所里还有一些主管我们的本身质量管理体系的这种主管合伙人 还有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监控和整改去负责的这种主管合伙人 那我们有负责管理事务的他可没有管理合伙人啊 所以我们说合伙人呢 其实就是他的一个身份的代表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啊 他更多的都是我们这个合伙企业的形式 所以说他就有这样合伙人的一个身份或类似职位的人员 首先啊我们就说对于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呢 他至少得跟我们的项目合伙人有同样的生日能力 对吧至少是同样生日能力 那对于这样来看的话 你给他的一个身份来讲 那你也得是找合伙人或者类似职位的人员 或者干脆找外部人员 有些情况下我们会考虑做这样的一个外部复合 那可能有这个外部人员的参与 在为某一个具体项目委派项目质量复合人员时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充分考虑 你委派人员的胜任能力和客观性 这种应当充分考虑的措辞 一看啊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在实物中你委派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客观性 可能受到以下情况的影响 虽然我们在这个教材表述中啊 叫可能受到影响 但是呢如果真的放到我们这样的简单题的小问中 也是需要各位同学更严格的去考虑 是否可能会产生影响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是项目之间交叉实施项目质量复合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有一个A公司的审计项目 还有一个B公司的审计项目 那么如果说A公司这个审计项目的项目合伙人 对B项目他又实施项目质量复合 相当于说A项目的项目合伙人身兼多职 既是A的项目合伙人 又是B的项目质量复合人 同理我们B项目的项目合伙人 既是B的项目合伙人 又是A的项目质量复合人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A的这个项目合伙人和B的项目合伙人就商量了一下 说你看咱哥的互相去做这个质量复合 谁也别挑谁的毛病 咱们就痛痛快快的通过了这个质量复合工作 赶紧把报告出了得了 好俩人一拍集合就把这报告给出了 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做这个项目质量复合工作 所以呢除非出现特殊情况 如具有适当胜任能力和权威性的人员不足 否则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尽量避免在同一年度内交叉实施项目质量复合 虽然我们在这里叫尽量避免 但是在主关题中呢 大家也是要考虑说如果遇到这种小问 它到底是不是产生了影响 那我们这样去进行交叉复合到底是否恰当的一个考虑 那我们在这里22年还新增了相应的表述 就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交叉实施项目质量复合的话 会计师事务所怎么办 不是这么轻轻的就放下不管了 就直接做这个交叉项目质量复合了 往往呢 他也得制定这些政策程序来保证他的安全 所以对于特殊情况下出现的交叉实施项目质量复合的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和程序 例如要求取得质量管理主管合伙人和业务主管合伙人的批准 并且至少每年重新评估和批准一次 虽然我们这是一个小例子 但大家看就是相当于会计师事务所呢 他要有一些相应的政策程序来应对保证安全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考虑做交叉实施项目质量复合 并且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好 那我们第二个是某项目的前任项目合伙人 被委派为该项目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这个问题中我们有一个硬性规定是需要各位同学去关注的 首先我们来说这样一个问题 假设说呢我们现在对于某一个项目来执行审计工作 假注册会计师就负责了某项目2020年度的年度审计工作 做的是项目合伙人 他做项目合伙人在2021年度呢 又不当项目合伙人了 他就去被委派做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还复合这个项目 那你说这个复合工作过程中是否可能会涉及评价他以往的工作呢 可能会涉及 你看啊 我们现在呢在同一个会计师事务所连续的审计业务上 如果说发生工作人员的变更 那这时候我们其实啊属于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人员变更 咱不用去讨论前后任的问题 你可以按照连续审计去考虑 如果你按照连续审计去考虑 是不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风险应对当中也提到了 说我们可以去考虑是否能够利用以前年度控制测试的结果 虽然我们的实质性程序呢 一般来说以前年度获取证据没有证明力或证明力很弱 但有一些确实没有出现变化的 那我们可能也能用 如果要利用的话 证明它的持续相关性实施一定的程序 你看其中就有可能会利用到之前的工作 那如果说假注册会计师在21年度做这样的一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就有可能会存在他在复合工作中发现这个底稿中有一部分工作是利用了以往年度的工作成果 如果利用以往年度工作成果 就是他当年自己做项目合伙人所做的工作 现在自己来做复合了 肯定要影响他的客观性嘛 对不对 所以这有可能会对客观性产生不利影响 因为这种情况的考虑呢 我们就给他定了这样一个冷却期的硬性规定 这块是需要各位同学重点关注的 而且我们在21章和23章都重复的讲到了关于这个规定的内容 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应当规定一段冷却期 要求在冷却期结束之前 前任项目合伙人是不得担任该项目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 这段冷却期至少应当为两年 也就是我们说20年的话 如果贾担任的是项目合伙人的话 那么21年他现在不能去当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 如果他也不当项目合伙人不做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继续负责的工作了 好21年轮空22年呢又轮空 这是两年了吧 满足我们冷却期两年的要求 等到23年他就有机会对该项目去当项目质量复合人了 所以注意啊至少应当为两年 那可以规定说是两年或更多 但我们两年的基本要求一定要满足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规定 好我们继续来为项目质量复合提供协助人员的资质要求 其实啊你想想哪些人不能当项目质量复合人 就是项目组成员 我们说的项目合伙人项目组其他成员都不能当项目质量复合人 那他能不能给项目质量复合提供协助 协助的话也不行呗 因为协助的话就会影响项目质量复合工作的结论 那为了确保协助人员的客观性 项目合伙人和项目组其他成员也不得为本项目的项目质量复合提供协助 除此之外这个协助人员同样要求有胜任能力 有时间然后呢能遵守职业道德 这个是同样的一个要求 为项目质量复合提供协助人员还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具备适当的胜任能力 包括充足的时间以履行其分配的职责 那接着就是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如有和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其实我们还是要求有胜任能力能遵守职业道德 好那么尽管在实施项目质量复合的过程中 可以利用相关人员提供协助 但是我们的理念一直都是谁的责任谁承担 那么项目质量复合人员仍然应当对项目质量复合的实施 承担总体责任 相当于说我们一直影成这个理念 对吧 像我们说对于我们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 他要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质量体系 由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承担最终责任 因为他是会计师事务所的主任会计师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项目合伙人 项目合伙人呢 就要对这个整个项目质量承担总体责任 像我们在这个项目组的一些复合工作上 他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对于项目组内复合工作 是项目合伙人来承担相应责任的 因为项目合伙人就要把握好 对于这个整个审计项目组的指导监督复合等相关工作 等你到了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呢 那他承担的就是项目质量复合实施的总体责任 也就是说他是对应的一个责任承担 并确定对协助人员如何去进行指导监督复合 当然了项目质量复合人员来对项目质量复合 承担总体责任的话 整体工作安排就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来主管了 所以就负责确定对协助人员进行指导 监督复合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那第四部分呢就是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不再符合任职资质要求的情况 在某些情况下 以委派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可能不再符合任职资质要求 这个是我们在二二年新增的一个表述 但是呢我们各位同学应该很清楚 会出现这类情况的一些情形 等我们讲到独立性的内容的时候啊 那大家知道对于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呢 我们同样要求他遵守独立性的有关规定 比如说我现在呢就负责对假公司这个审计项目 去担任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然后呢我当时认为自己是符合任职资质要求的 那将来呢我可能回家跟我爸妈聊天的时候 说我啊负责审假公司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质量复合的工作 然后对他这些工作底稿啊 然后他的一个审计报告啊去进行复合 然后这时候我妈就很高兴的跟我说 说哦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我刚刚买了假公司的股票 你看这假公司情况到底怎么样啊 相当于说我的主要进行处跟这个费审计单位 拥有了这样一个经济利益 那我就不再符合独立性的这种规定了 那我要是不再符合独立性规定 其实我也就不能去当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了 对吧 就如果说项目具体情况发生变化 可能导致项目质量复合人 不再具备适当的胜任能力或客观性 或者项目质量复合人员承担的其他职责发生变化 导致其不再具备充足的时间 以执行项目质量复合工作 这些都是导致说我不能再做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情况 像比如说这个项目原来呢 我是合格的 它又是一个普通的非公众利益实体的这样一个项目 后来呢 它变成了一个上市公司 可能我们对上市公司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 这个胜任能力的考虑要更高 对吧 对于它客观性啊 或者胜任能力的考虑啊 我们肯定要更严格一些 OK 那在这个情况下导致说我们的胜任能力不够了 可能也要去变更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主要就是判断一下 它到底是否还符合认职资格的要求 那如果说它不符合怎么办 不符合其实特简单 你就不要再做这个项目质量复合工作了 如果还没开始你就直接喊停 如果已经开始就立即停止赶紧换新人 不就行了吗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实时监控 并及时识别项目质量复合人员不再符合认职资质要求的情况 采取适当措施 包括委任一位新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当项目质量复合人员意识到其不再符合认职资质要求时 应当通知会计师事务所适当人员并采取下列的措施 就是如果项目质量复合尚未开始就立刻不再承担项目质量复合责任了 如果已经开始实施就立即停止实施项目质量复合 让能够去担任这个项目质量复合的人员来赶紧换人就完了 所以这段虽然说的很麻烦 但基本判断来讲是非常简单 好那我们来看主观题的小问 ABC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管理体系部分内容摘录录下 上市实体审计业务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由质量管理部委派 其他业务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由项目合伙人推荐 向质量管理部备案行不行 其实还是这个问题 就项目质量复合人员不能由项目组成员来选定 那你这个推荐最后呢这个质量管理部门备案 其实还是由这个项目合伙人来选的 所以肯定是不恰当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由项目合伙人挑选 就可能影响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客观性 你看我们在这个判断当中啊给了一个结论 叫做可能影响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客观性 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出到这样的一些交叉复合情况 它其实也可以去答可能影响我们的客观性 在这种判断上呢要结合案例更谨慎的去考虑 接着我们来看主观点小问 ABC事务所的质量管理制度部分内容摘录一下 ABC会计师事务所规定 项目合伙人和项目组其他成员 不得担任本项目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这个肯定是对的 对吧 那但是可以为本项目的项目质量复合提供协助 这个提供协助就错了 他也不能提供协助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项目质量复合的时候 后面会提到这个项目质量复合工作中应该做的一部分内容 那其中呢 你就会有跟项目组成员去讨论这个部分 但他总不能自问自答吧 就相当于说 让我们项目质量复合中 你是会跟项目组成员去沟通 但你跟他沟通是为了了解这个项目的情况 他并不叫提供协助 他是我们工作一部分 像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呢 如果项目质量复合人员认为他某一块是有问题的 他可以提出问题 要求这个项目组成员来解答 或者认为某些工作做的还不够充分 可以要求这个项目组成员来补充工作 对吧 再获取进一步的一些其他的审计证据 那这都不是协助 协助的话应该是帮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去做 本来他应该做的工作 那这个的话就不可以 所以答案就是不恰当 那我们在这里问的是是否违反相关规定 那自然就是违反 为确保协助人员的客观性 项目合伙人和项目组其他成员 不得为本项目的项目质量复合提供协助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多选题 下列情形中可能损害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客观性的是哪一个 A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曾经担任所复合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 你想啊 如果说曾经在这个审计报告上签字 他应该是什么身份 要不然就是项目合伙人 要不然就是在这个业务当中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这个项目经理啊 之类的这种身份 对吧 也就是说啊 他曾经呢 对这个项目有重大影响 现在他自己来复合这个项目了 即使是曾经担任 那如果他曾经是项目合伙人 现在你担任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我们还硬性规定至少冷却两年了 对吧 所以A这个说法就是可能损害没问题 那B 说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由项目合伙人推荐 就相当于说是项目合伙人去选的 这样的话 我们肯定是要考虑对客观性的影响了 项目合伙人就审计意见类型向项目质量复合人员进行咨询 相当于说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审计报告直接产生重大影响了 那如果这个审计意见类型是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做的 那将来自己复合的时候 他可能说这个意见不对吗 相当于涉及到这种类似于自我评价的考虑了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他本来就不能参与项目组的工作 变相去参与也不行 这种咨询能够对审计产生重大影响 那他也不能去给他进行相应的回复 否则又很可能影响客观性了 所以C是 D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在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高级领导职 那担任高级领导并不一定说他要参与项目 你看我们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他有相应的管理合伙人 有相应的我们像这种说进行整改和监控的合伙人 有负责这个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合伙人 对吧 这些合伙人可能没有实际去做这个业务 那这样的话担任高级领导也没啥问题 咱没有明确说这高级领导是怎么回事 所以咱不应该自己在这个领导职务上去做脑骨 这就不会去损害客观性 所以本道题答案是ABC这三个选项 好我们继续来看多选题 下列有关项目合伙人和项目质量复合人员责任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哪一个想象 A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复合不能替代 但可以减轻项目合伙人的责任 大家注意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是谁的责任谁承担 项目合伙人对项目总体质量负责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对这个质量复合的这个责任去负责 对吧 那也就是说他不能代替 但也没有减轻项目合伙人的责任 说减轻就错了 B项目合伙人和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对选计业务的总体质量共同负责 谁对选计业务的质量负责呢 项目合伙人负责 没有项目质量复合人的事 那这样的话B不错了 C项目合伙人对选计业务的复合承担总体责任 包括对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实施的复合工作负责 其实项目合伙人啊 他所负责的这个范围 是我们项目组执行工作的范围 你要我们说组内复合 这也应该由项目合伙人对其负责 但是组外复合这个事 不是项目合伙人能够参与的 你看本身选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就没有项目合伙人什么事 他也不能对项目质量复合提供协助之类的 那也就是说项目质量复合 它是独立于项目组而做的一个复合工作 你不能让项目合伙人来负责 所以这个有错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选项 项目合伙人对审计业务的总体质量承担主要责任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对审计业务的总体质量承担次要责任 咱就没有提过这种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的问题 它就是由项目合伙人对审计业务的总体质量去承担责任 而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它承担的是复合相关的总体责任 好那我们这道题ABCD就都错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每一个选项就提到的是项目合伙人 还是项目质量复合人 他们各自的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要注意练习 其实这种类型的小问题呢 在主关题客关题中都曾经涉及过 要注意相关的判断才可以 好我们继续来看对于项目质量复合的实施问题 复合程序这个内容啊 是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新增到教材里的 目前来说呢 我们在考试中还没怎么设计 但今年在备考中还是要求各位同学 适当的对这个复合程序去予以关注 因为他讲到了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应当做哪些程序 好那这应当做程序内容啊比较丰富了 首先第一步是阅读并了解相关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与项目组就项目和客户的性质和具体情况进行沟通 获取的信息原因就是项目质量复合人员没有实际的去参与我们执行审计工作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项目客户的具体情况呢 可能了解的还不够就主要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客户的实际情况 那我要跟项目组去问一问进行沟通来进行了解 第二就是与会计时事务所就监控和整改程序进行沟通获取的信息 特别是针对可能与项目组的重大判断相关 或影响该重大判断的领域识别出的缺陷进行的沟通 那我们就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控整改程序的沟通 OK那第二步呢就是与项目合伙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讨论重大事项 以及在项目计划实施和报告时做出的重大判断 你看这种讨论它并不构成项目组成员对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工作的协助 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内容就会有项目质量复合人员针对项目要了解情况 那有阅读相关信息有进行相关讨论 而基于了解的情况下 你才能够决定哪些是重要的工作底稿 你对哪些重大判断的工作底稿来做具体的复合工作 好就建立在我们的一个了解阅读讨论的基础上 下一步我们就是选取部分 与项目组做出的重大判断相关的业务工作底稿进行复合并评价下列方面 这个就是做出重大判断的依据包括项目组对职业怀疑的运用 业务工作底稿能否支持夺出的结论 得出的结论是否恰当 就重大判断的情况 然后笔稿做的对不对 是否获取充分是套证据 然后这个结论到底对不对 好那第四呢 就是对于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评价项目合伙人确定独立性要求 以得到遵守的依据 看看项目合伙人是不是有这个符合了独立性的有关要求 然后第五就是评价是否已就疑难问题或争议事项 涉及意见分歧的事项进行适当咨询 并评价咨询得出的结论 就疑难夹政有没有解决 好第六是针对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评价项目合伙人得出的结论的有关 依据 好那么这就是项目合伙人对整个审计过程的参与程度 是充分且适当的 项目合伙人能够确定做出的重大判断和得出的结论 适合项目的性质和具体情况 对这个项目合伙人的工作进行评价 好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第七就是针对下列方面实施复合 什么呢 前面我们对工作底稿的这些问题已经进行复合了 现在啊 我们要对针对这个工作所出的报告也进行一个复合 因为你要基于现在所获取的充分适当的证据来出报告 那么你这个报告应该是适合于具体情况的 那好 如果是针对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那你就复合被审计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以及审计报告中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都适用 那如果是针对财务报表审阅业务呢 你就复合被审阅财务报表或者财务信息 以及你出具的审阅报告 当然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相关服务 这些相关服务的话 最终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业务报告 那我们对应的 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报告的复合工作 好 针对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以外的其他见证业务 或相关服务业务 复合业务报告和见证对象信息 又适用 说到这儿啊 我们就涉及到了七个方面应当执行的工作 那我们简单的给各位同学总结一下 来帮助各位同学做相应机 那我们想想到要做什么 咱们第一步和第二步呢 就是了解阅读相关信息 跟项目组进行讨论 相当于说为这样的一个项目质量复合 做好准备工作 对吧 好 这是第一第二步啊 了解阅读相关信息 跟项目组讨论 接下来我们就是复合工作当中 你要复合什么内容 我们把第三条跟第七条结合一下 那我们复合了他工作底稿中的一些重大判断 然后看看重大判断做的对不对 结论是否恰当 那接下来还要复合他的这种 对应的业务报告 如果是审计就有审计报告 审议就有审议报告 其他的就有业务报告 相当于说底稿加报告的复合 这第三条结合第七条 另外你要考虑什么 那另外你要考虑就是项目合伙人的独立性 和项目合伙人是不是恰当的执行了工作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结合了第四条和第六条来考虑 就是项目合伙人的独立性 和是否恰当执行工作 最后加一个就是疑难杂症是不是已经解决 好 你看我们就把这七条给整个梳理下来了 相当于说应当执行的工作 你就没有遗漏了 如果说我们涉及到个别的客观体考察 那你也能够想起来啊 就是我们这个工作中应当做的这几个程序 好 我们说到这 咱们就来看看与项目质量复合相关的政策和程序 这个政策和程序啊 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如何对其进行管理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有责任在项目的适当时间 实施复合程序 为客观评价项目组做出的重大判断 和具体得出的结论 奠定适当基础 这话我们强调的就是适当实点 相当于说我们并不是都是在我们整个审计项目组 完成了所有的审计工作以后 然后才去做项目质量复合的 有一些情况下 随着我们审计项目组去开展工作 那么在这个 工作过程中啊 有些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 及时复合可能是更好的 所以这个复合中呢 选择所谓的适当实点 就是提示一下 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审计项目组 完成工作以后才开始进行项目质量复合 往往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组随着工作展开 那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他也会展开相应的复合工作 项目合伙人与项目质量复合相关的责任 包括禁止项目合伙人在收到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就已完成项目质量复合发出通知之前签署业务报告 这我明确提到过啊 就是我们要把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才能出报告 那这个该做的工作就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业务流程上来看 比如这个项目就应该做项目质量复合 那项目质量复合完成后才能出报告 没完成自然不能出报告 对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的客观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 以及在这些情形下需要采取的适当行动 像前面我们说 如果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不具备相应的资质了 那我们就要赶紧的换新人 对吧 换适当的人员来执行相关工作 都应该在事务所的一些政策和程序当中去予以明确 好 那么项目质量复合的完成 如果项目质量复合人员怀疑项目组做出的重大判断 或据此得出的结论不恰当 应当告知项目合伙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怀疑的话 相当于说是项目组跟我们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之间产生了争议 就如果有意见分歧 老规矩意见分歧没有解决之前不应该出报告 所以他肯定是要告诉项目合伙人 跟项目合伙人沟通 看看这个意见分歧呢怎么解决 如果说能够解决 咱就正常的去出这样的一个审计报告就行了 但如果说这个审计项目啊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合理的去解决意见分歧 我们还是要告诉事务所适当人员 这项目质量复合无法完成 那就看后面怎么解决了 因为这个无法完成的话 最终的意见分歧没解决 咱可能不能出报告 那我们要考虑说如何给他出恰当报告啊 还是说确实无法完成业务 那能不能解约啊等等 就根据具体情况再来判断了 所以如果这一怀疑不能得到满意解决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光跟项目合伙人沟通 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应当通知会计师事务所适当人员 项目质量复合无法完成 那如果说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确定 项目质量复合已经完成了 就签字确认通知项目合伙人 即使有这样一个流程以后啊 这项目合伙人就该着手安排我们出报告这个流程了 好第三是与项目质量复合有关的工作抵稿 既然它是我们在这个审计业务流程上应当去做的一个工作 那你自然就要把工作抵稿给完善了 做相关的记录 所以呢我们的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应当负责就项目质量复合的实施情形形成工作抵稿 对项目质量复合形成的工作抵稿应当足以使未曾接触到该项目的有经验的职业人员 了解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以及对项目质量复合提供协助的人员 如有所执行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 以及在实施复合工作过程中得出的结论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应该非常眼熟 咱们在第六章有类似的表述 就是对审计工作抵稿 就要求说审计工作抵稿应该是未曾接触该项目的人员 有经验的人员能够了解我们具体工作的内容 有相应类似的表述可以连接起来去看一看 我们说到这呢就来看看关于项目质量复合工作抵稿应当包括的内容 其实就是人员复合了哪些 然后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得出了什么结论 完成工作的日期 对吧 所以第一就是项目质量复合人员及协助人员的性命 第二 以复合业务工作抵稿的识别特征 就知道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针对哪个项目去做了这样的复合工作 第三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确定项目质量复合已经完成的依据 好 第四 就是项目质量复合人员无法完成项目质量复合 或者项目质量复合已经完成所发出的一个通知 那你工作结束了应该有这样一个结论 那完成项目质量复合的日期 就是人员针对哪些做了相关工作 然后工作已完成得出的结论写个日期 就结束了 对吧 只有我们正常在工作中所做的一些记录内容 好 其实我们这一节就要告一段落了 那这一节的相关内容来讲 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对于人员的委派和资质问题 这个非常适合考主关题的小问 然后同时呢 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员委派资质 也要注意跟之前我们在项目组内部复合当中 所提到的一些职责呢 像链接可能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结合性的小题目 然后对于我们项目质量复合实施证 我们特别关注一下项目质量复合程序应当做这七部内容 那其他的话 像我们的政策程序以及项目质量复合的完成和工作底稿 都是比较常规性的套话 那在考试当中呢 我们做一个了解性的学习应该足以应对了 好 那我们来看关于人员的委派与资质问题 第一要求是事务所统一委派 你不能让项目合伙人去选 那对于我们复合人员的资质问题 其实我们就有提到他要有专业胜任能力 还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遵守职业道德 以及法律法规要求的资质要求 但这个胜任能力中提到 至少的跟项目合伙人有相当的这样一个胜任能力 才能够找到项目合伙人在执行这个业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好 那么协助复合的资质 这里面我们其实提到 首先我们如果是项目组成员 就包括项目合伙人和项目组其他成员 这个项目组成员呢 他第一不能担任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第二他不能挑选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第三他不能去协助项目质量复合 那么他也不能够去成为一个协助人员 这资质上我们还提了说 关于胜任能力和我们的这个职业道德要求的遵守 这常规内容反倒没所谓 更多的关注什么人他不能做相应的一些帮助 然后什么人不能去挑选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还有不符合复合资质怎么办 如果说我们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不再符合这个资质要求了 然后很简单换人就行了吗 如果这个复合还没开始直接喊停不再去复合这个工作了 但如果说现在是已经开始了 你就立即停止赶紧换新人就这么一个基本要求 对于我们项目质量复合的实施这块我们提到了他的一个程序问题 程序中提到了七步 但是我们综合来说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总结 其实就是了解阅读相关信息跟项目组讨论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决定复合哪些工作底稿 同时我们最后一步里还提到了要复合相关的业务报告 好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考虑项目合伙人的独立性和是否恰当执行工作 以及疑难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就可以 好相关的政策程序还有项目质量复合完成以及工作底稿 就对这些表述做一个相应的了解性学习 总体来说他的考评应该并不会特别高 好了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 整体来说这节难度不太大 前期各位同学也在一些内容中有所接触 就是把这个步法重新梳理明确 注意跟第十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到的 项目组内部复合去予以结合 有些结合性的题目要注意判断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第二节内容给各位同学讲到这了 谢谢